今年春节很多在大陆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选择在大陆共度新春佳节 为了缓解思乡之情 在京台胞相聚在了一家台湾餐厅 他们不仅吃到了家乡风味 同时也品尝到了菜肴里的浓浓年味 很多在大陆工作学习的台胞选择在大陆度过春节 没有家人的陪伴 一抹不能忘怀的家乡味道 往往是让他们迅速找到过年感觉的好选择 那我95年到大陆这一块 到大陆已经26年了 将近第五年了 来北京也将近20年了 基本上以前每年过春节一定回台湾 但因为这两年疫情已经两年没有回去了 所以也都非常想家里人 今年是第二个在北京过的年 26年来第一次在外地过年 五年大集 自己想办法度过那个围炉的时光 一起吃吃台湾菜啊 我相信大家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其实心里面是很想念家的味道 很多朋友是介绍一些台湾餐厅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他们也都开放 所以大家都会扑鹏银半 然后就在这边可能一起聚会吃饭啊这样子 把你的那个家乡感给满足了一点 你就没有那么的遗憾吧 杜小月是在台湾比较知名的百年老店 北京的杜小月店面 常常会有台湾同胞来这里品尝家乡的味道 在以前的年代 台湾大概每一年 有三个月的一个台风的一个季节 渔民就比较没有办法出海捕鱼 就没有收入来源 生活比较拮据 一般渔民把这几个月叫小月 为了维持生计 以前的渔民洪家先祖 他就挑着一个担子 到外面卖面点 后来就叫做为度小月 度小月的意思就是度过这个小月的一个概念 蛋仔面是台湾很有名的一道传统面类小吃 在台湾 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店 你总能找到它的身影 做这个蛋仔面已经做了九年多十年了 蛋仔面的讲究是面好 汤好 还有肉燥好 主要呢 我们的面呢 选用的是具有台湾代表的油面 然后肉燥是用猪的后腿肉 切成小粒 炒制熬制 加上特有的红葱酥才可以 然后我们的虾汤是用鲜虾 蔬菜 加上水果 精心熬制三个小时 才可以用 说起美食 除夕年夜饭的美食 一定是最丰盛最讲究的 围炉是流行于中国台湾 福建一带的碎食风俗 大年夜 全家老小围坐在餐桌旁 或在桌下放一炉火 或在桌上置一火锅 还原首岁 共化亲情 除夕夜大家围炉 年夜饭 整个年味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就我以前就算在台湾 不管是工作还是读书 都过年还是会回家 然后跟家里面围炉 每次回去的时候 就是父母 还有兄弟 各个都要回到家里来 大家一起围炉过年 围炉过年 家家的美食 也是各有各的美法 我们比较喜欢有好彩头的那种感觉 上桌前的第一口菜是什么 比如说你想要年年糕生 平安什么的话 我们就会吃年糕 对那时候小朋友的我来说 我觉得吃年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把年糕切成一片一片 或是一段一段 然后就沾鸡蛋液裹粉 然后就这样去炸 就炸香香了 然后就可以吃 美法鸡是台湾很传统的一道菜 是我们家在年夜饭的时候 也会煮来吃 像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们想吃点台湾风味的麻油鸡 反正吃不到 但是现在因为两岸的交流方便了 运输也方便了 物流也畅通了 可以吃到台湾的麻油 台湾的米酒 所以就可以做成这道菜 所以就算在北京过年 可以吃到家乡的口味 时值春节虽然远在北京 但和新老朋友们一起分享着 记忆中的台湾味道 是不是也会恍惚间感觉 仿佛回到了海峡那边的家呢 刚刚看到这道菜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小时候那种场景 就会马上就会跑出来了 感觉没有离家很远 五年大吉 自己本身第一个 试着下厨做的东西就是煎蛋 我很喜欢吃一道菜叫做菜脯蛋 就是第一次当然做不出外婆 或是妈妈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每次到台湾餐厅 都一定会点一下菜脯蛋 这些在大陆工作学习的台湾年轻人们 是两岸各领域交流的亲历者 同时他们也紧紧维系着海峡两岸的亲情线 虽然跟我的家人说我在这边真的很好 所以也不用什么太担心 这里什么都有 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保重身体 然后就是不用太挂心我们 祝福台湾的朋友新年快乐吉祥安康 我们下次回台湾见 台湾家里还有老母亲哥哥姐姐都在家里 也很想念他们 也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爸爸妈妈然后还有阿嬷 这是我的外婆 我们家在虎年也都是能够呼呼声风 虎年行大运 他不会说话 您也真的爱说那我们也开始 宝宝 我们